費了好一番功夫 才用井棍把玻璃門給敲得粉碎 圓井抽了進去 因為裡頭一名女子被瑜伽帶 繞井懸空 已經快要 不能呼吸 被救下來後 女子全身貪軟 坐在地上 倒在丈夫懷裡 事情發生在一號中午十二點多 台南中西區這間運動教室 三十四歲的實系女子 獨自練習空中瑜伽 頸部卻不慎被瑜伽帶纏繞 還好他想到手機在旁邊充電 呼叫Siri報案 緊銷破門 剪斷瑜伽帶 女子及時獲救 金群的力量把自己捲成一坨球 空中瑜伽動作像是尖導力 有吊掛動作 或是複雜的弓箭手 過程中沒有一定基礎 很容易不小心就讓自己困住 瑜伽老師說 想做空中瑜伽 請先練練核心 那核心裡面呢 其實有腹部跟臀部 還有脊椎 那當我們這些東西 如果都還沒有夠到緊實的時候 其實都不適合去做這些動作 就算是進階瑜伽學員 也都應該要有老師或其他人在場 以防萬一 如果真的被繞住 沒人幫忙 怎麼辦 那如果在緊急時段 你第一件事情 要先把自己先深呼吸 靜下來 那旁邊有人的話 就是請他幫我們把這塊布讓他停止下來 穩住呼吸才能冷靜思考 如何從反方向把瑜伽帶鬆開 任何運動都有一定危險性 練習時都先評估自身狀況 降低發生意外機率 靜新聞 林清杜英傑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